HELLO 大家好,我是山姆,这是我们的Sarina老师,她是生命运数非常棒的老师哦。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下我们2020年的7月份,我们各生命数字,在一个大环境的运势底下该怎么样去应对呢?欢迎Sarina老师。 Hello,大家好,我是Sarina。 那我们今天就从生命密码来看2020年7月的整体能量的趋势。 那2020年的7月有比较大的一些方向我们要注意的。 第一个是每一个人都会对情感的需求量非常的大,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重视、被注目和被关注。 那指男女之间感情还是说我们一般的人际关系的情感? 全部都有。 全部都有。 对,就是它是一个非常emotional的月份,就是非常感性和情绪的一个月。 好,那基于此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人际交流的需求。 那在这方向下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注重合作、沟通、协调。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你也知道人是非常复杂的。 所以会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我们要注意要处理。 细节特别要注意。 对,所以每个人要很有耐心。 因为跟人家沟通可能不一定是你讲了他就听得懂。 所以你要好好地听得懂。 他真的心里传递的话。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很多。 所以很多事情很繁琐。 要有很有耐心地去处理每一件事情。 哦,所以七月耐心就是要。 对,七月在就是情感、交流、耐心、细心。 然后也是一个改造的好时机。 因为我们会注重我们自己的情感。 所以你自己在外表上啊或是居家环境上。 或是职场的一些风水上。 亦或者是你自己有任何的缺点啊不好的地方。 在这时候做改进都会有很好的效果。 哇,所以七月是一个我们感造的一个好时机。 嗯,对。 所以七月的大环境能量就是以上所说到的几点。 大家好好地享受这个七月份的一个情感的交流吧。 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的生命密码呢? OK,我先教大家如何找到你的生命密码。 首先你先把七月的出生年月日列出来。 哦,七月的出生年月日列出来。 假装我是1983年11月24日出生的这样子吗? 是的,我们就把数字逐一相加到个位数。 比如说现在刚刚说的这位,生日来讲我们就1加9加8加3加1加1加2加4。 嗯,加起来看一下。 29。 对。 可是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变成个位数啊。 对,一直加到个位数。 所以2加1加9是11,1加1就是2。 所以刚才那位如果在那间出生的话,他的就是2号的人,是命密码是2号。 嗯,原来如此。 那所以大家记得了哦,刚刚我们举的例子是1983年11月24日出生的朋友。 那它就是把它每一个数字把它拆开来加,一直加加加加加,加到它最后剩下的一个个位数而已。 像刚刚我们交的后面,29再变成,2加9变成11,11再加1变成2。 所以很二号人哦。 所以你的生命密码是什么呢? 去算一下吧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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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